近期 土耳其生产的军用无人机在纳卡冲突中表现十分抢眼 被认为是阿塞拜疆最终获胜的有力推手 土耳其国防部长胡鲁西·阿卡尔上将则表示 土耳其武器帮助阿塞拜疆最终赢得了胜利 这充分说明了该国武器的先进可靠 据悉 在纳卡战争结束后 有不少国家对土耳其武器尤其是无人机十分感兴趣 希望能够引进经受了战火考验的土耳其无人机 其中包括巴基斯坦 据土耳其《沙巴日报》12月8日报道称 日前两名以记者身份伪装的俄罗斯间谍 在刺坦土耳其无人机制造厂时被捕 土耳其出动了大批军警将其扣押 据称 如果坐实间谍罪的话 这两人将面临最高20年的监警惩罚 而在两名俄罗斯人被捕后 莫斯科方面迅速警告立即放人 而考虑到和俄方的关系重要性 土耳其方面被迫让步选择稀释宁人 据报道 事发时 两名俄记者正在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拍摄节目 土耳其消息人士透露 当地时间是2月3日 这两人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 对该国一家顶级无人机公司的研发中心进行拍摄 另据报道 俄记者拍摄的无人机公司 正是在纳卡冲突中表现出色的TBR无人机生产商 除了两名俄记者外 还有一名土耳其人也被一起逮捕 而在得到消息后 俄驻土耳其大使馆立即和土方进行接触 要求后者立即释放俄方人员 土耳其媒体称 虽然俄方表示被捕的两人是普通记者 但是其嫌疑却非常大 众所周知 记者是间谍的最佳伪装之一 在此之前 俄情报部门经常打着类似的谎子 在世界各地搜集情报 如果这两人被判有罪的话 那么间谍罪的最长刑期将高达20年 不过按照惯例 这种间谍通常会被用来进行交换 以发挥最大的作用 但是由于土耳其对俄罗斯的关系十分重视 最终 安卡拉决定释放两名俄记者 预计两人将在不久之后被遣返回国 土耳其媒体称 这是十分罕见的决定 曝光了土耳其的软肋 释放俄间谍嫌疑人表明 虽然土耳其和俄罗斯存在不少利益冲突 但是安卡拉依旧认为莫斯科是重要伙伴 能够平衡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 为此 土耳其会容忍俄罗斯的一些小动作 不会因为类似的小事 而破坏俄图两国的友好关系